拿出身份证 他是住在台南市北门区的陈先生 日前到邮局洽工 没想到发生令他惊讶的事情 明明提供身份证 字号查到的确是别人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六十八岁的陈先生 十号到北门邮局办理定存硬件更新 提供身份证字号查到的 确是一名云林的王先生 而证明王先生早在民国八十年 就已经死亡 原来早期的身份证都是手工抄写 死亡的王先生 一九六五年从台南新化搬到云林 当年的云林护证人员一直超错 从此两个人的字号重叠 一错就是五十九年 后续我们会发文云林县 去帮他做统号的更正 而且会这样 还请相关金融单位去做助记 来保障陈先生的权益 台南北门护证事务所表示 由于云林王先生早在护证电脑化之前 就已经死亡 系统才比对不出来 现在台南陈先生的字号不必重配 只不过两个人身份证一撞 就是将近一甲子也相当罕见 华世新闻刘汉生谢玉京 蔡孟俊台南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